女神成為世界大樹的花心 野 wanting our eyes 首先要歡迎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問一下有誰第一次來我們的營會 是第一次团的影会 可能你能知道过去来过的不敢再来 这是我们第三个的影会 在温哥华 我们第一次是一个无精营 第二次是茶几营 第三次来这个就是严静营 那么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是刚刚从多伦多过来 那么礼拜天完了以后就会回去 所以就合意过来参加着一个严静营 那么最近很多事情发生 我简单先分享几句吧 就在过去几天我就收到两个电话 就是电邮了 两位我认识的姐妹 其实有个姐妹在香港 认识她很多年 现在在这个空瓦 你知道空瓦是什么 混迷了 她说她停了呼吸有十分钟 然后在呼吸的时候已经混迷了 醒不过了 医生说应该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上一些围趣也可能见不到她 然后不久前其实上年前吧 我跟一个朋友拳福音拳了很久 虽然太坦了我跟她拳福音 我跟她拳了很久 她一直还没信 然后前几天 这个姐妹的姐姐跟我电邮跟我讲 她妹妹刚刚离开 刚刚走了 今天是二十礼拜 是今天是二十礼拜 我也不能去 我都感觉到我人生是很快 过得很快 人生长短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是能过的 所以今天这一次姐上天 跟人分享这个题目呢 虽然是从约翰一书 我给了一个题目叫 关爱人生 如果你有留意 有看的话 我希望能跟你们分享一下 人生应该怎么过 刚才我在外面 也在思考一下 其实我本身 怎么讲呢 人生的经验 不能说是很多 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 还是有限 其实凭我自己 我觉得我不能跟你们分享什么 可是我们就希望今天 就用约翰一书 我们来思考一下 人生应该怎么过 其实人生是应该过得好 有信仰的 我们是基督徒的 应该过得好 可是你今天看见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灾难 人生不是过得那么精彩 很多人都拍了 人生给你精彩 可是不一定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祷告 就是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我的中国心 这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有看吗 有人有吗 有吗 只有一个人点头 两个 看到吗 这个不容易 你们明白吗 有自治之明 有改变之有 真是很难 这个 这八个字 对我自己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要知道 我需要改变的地方 我觉得真的很难 然后知道以后 愿意去改 我觉得更难 很多时候 知道我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改不过来 所以我们 你知道基督教 与其他宗教很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 是靠神 我们常常这样讲 也在全福音 也跟朋友这样讲 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靠神 去过一个精彩的人生呢 自治之明 改变之有 不简单 我常觉得 真的要改变 应该这样讲吧 真的要改进 就应当有改变 可是要改变之前 这样明白 要改变的地方 是什么 能知道自己 需要改变的地方 真是很难 真是很难 我还有很多地方要改 也在改 我希望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收到 你们这一个的手册以后 可能你看了以后 我希望 我也给你很大的压力 觉得里面的内容很复杂 很困难 有这个感觉吗 我希望没有 我知道去年来查经营 我讲到这个查经 然后有讲到这个文化图 不是文化图 经文排列图 还有结构图 完了以后 我也真的可以再过来 跑上三次 是三次吗 来给你们有 有补充吧 就是训练有关怎么做 整个排列 经文排列 与经文结构 过了三次训练以后 有人还不是完全明白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我希望你们能明白 真的如今有很多的方法 我想说今天我给你们分享的方法 不是绝对 希望在其中 可以跟你们能学习 怎么去明白神的话 如果你看了没有时间表 看了没有 明天是最长的一天 你能过到明天 今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你们说 当当讲一篇道 我觉得挺容易 不是太难 带领少煮茶经 也不是最难 带领弟兄姐妹 一起去明白神的话 我觉得 不是太轻松 不是太容易 等一位讲下去 你们会明白 我先讲一讲 约翰医书 有谁之前没看过约翰医书的 应该都读过约翰医书 对吗 如果茶经 或者研读约翰医书 以前有没有做过 我看看有没有 都没有人点头 有吗 有人点头都有 我跟你说 我准备这一次约翰医书呢 我现在大概准备了 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看家里面分开有四部分 我要做哪个经文的排列 所以每一章每一节都排出来 然后做哪个结构图 然后做哪个字词的研究 我找了两个字 在约翰医书出现最多的 然后第四 我都找了约翰医书有三个 比较有困难解释的经文 比方说 讲到从神生的 这不犯罪 那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是从神生的 为什么我还犯罪呢 对吗 不但对神要认罪 对人也要道歉 就表示我还会犯罪 那到底从神生的不犯罪 难道我不是从神生吗 所以里面也讲到 第二个经文讲到说 有至于死的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什么意思呢 是有些罪是为止的 有些罪不为止 还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第三个经文讲到 为主做见证的 有水 有血 还有圣灵 那到底有三个见证的是什么意思 那这三个经文也为解释一下 所以我总共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来做这个言经的事情 然后做完以后把它写出来 把它打好排好 你知道排这个事情都排得很累 我读这个约翰一书 就为了解一诗的言经营了 你知道约翰一书读到什么地步呢 在读到这个地步 就是约翰一书就在这里 你看见没有 在一种事情里面掉下来了 姐就是我的约翰一书 就是我 就是 就是 一直放一直放嘛 所以放到最后 推延教授 为什么把它掉下来 为什么会掉下来 因为放得太多 所以就掉下来了 所以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这一份的手词 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 可以好好看 然后在其中 思考了也很多 这一次来 如果你看 三个的影会 读经营 查经营 严经营 如果你真的问我的话呢 严经营应该是最难的 应该是最难的 所以 反正你们进来了 就不用担心 也不要一开头 一开直的 把你们吓怕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你们学习的 不是单单去听 也不是单单去读 我觉得我们要学习 怎么去思考 还有怎么去应用 很多人读经读了半天 他第一读不明白 第二没有应用 我觉得这个 就不是读经应该有的结果 所以我希望你们 花一点时间 三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去明白神的话 怎么去思考神的话 怎么去应用神的话 我在跟你们 带你们去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固定的结论 虽然有些结论在里面 可是可以改的 基本的内容是不会改的 可是到最后的结论 可能会有不同的 你会带下去 你们会明白 好 我们 先看吧 今天我们先讲到十点钟 其实讲到十点钟 可以吗 现在是七点钟 现在才是八点钟 两个小时 我中间会给你停五分钟 十分钟 不要担心 可是我说十分钟 你真的十分钟 你不要一去不回头 去了就不回来 希望我们等一位休息一下 好 翻课我的笔记 第六页 第六页 约翰一书的研读 八月十八号到二十号 我想问一下 在你人生当中 在你人生当中 比方纪念当中 有哪一段时间 或者哪一天 你觉得很值得你纪念的 今年有没有 今年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哪一天 值得纪念的 有谁能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讲 昨天吃了一顿很好的 生活餐 有没有 哪一天值得纪念的 有没有 Janice 可是我父亲过时那一天 蛤 可是我父亲过时那一天 值得纪念 值得纪念 永远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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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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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每一天 很聪明啊 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我是这样这样问吧 比较更值得纪念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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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 我今天出生了一天 我洗礼 哪一天 我洗礼 那一天 我洗礼 那天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生当中 其实每一天都是宝贵 某一天某几天有事情发生 在人生当中留下了常常很多我们要回想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刚才发几个问题 我是希望今天我们进到几个地方 我的祷告刚才在房间都是一样 我盼望着上天对你们来讲是有意义的上天 你明白纪念也有好也有不好 对吗 有些时间有些事情 你记住它不一定是好的 有些是好的 我盼望着上天是你们值得纪念的上天 还有是好的 当你想起来哎呀好在我去 不要过了上天以后哎呀干嘛我要去 浪费了上天 我希望不是这样子 我也真的盼望我跟我同工过来 这上天我希望这上天我们所付出的 是有有意义 也真的有那个值得你们纪念的上天 我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有期望 我盼望你们也是有期望 也是有期望 然后你看这个题目叫什么 叫妄爱人生 妄爱人生 我不知道你怎么形容你的人生 有时候 比方你看 月生这个人 他是很 不是很喜欢 他是常常做梦的 旧约创世纪的月生 不是吗 他前半生 常常有梦 这个梦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是一个有梦的人生 然后半生 当他与弟兄再见面的时候 他常常哭的 对吗 他有梦也有情的一个人 我们有时候形容 月生的月生一生 他是有梦有情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怎么形容 有人说我一生很累 有人说我一生很苦 有人说我一生很忙 如果你很累 你很忙 我要问你为什么累 为什么忙 有人说我一生身体不错 过得挺好 我也要问 什么意思 所谓的不错 还没死 所以甚至不错 还是什么意思 明白吗 这里讲到说 光爱人生 我在读约翰伊斯的时候 读完以后 只有两句话 在我心中提醒我自己 无论过了多少年 人生当中两件事情 是人生一定要有的 第一个就是有光 第二个就是有爱 我们要行在光中 要活在爱中 这是人生应当有的 所以当我读完以后 我觉得这两句话呢 就给我很大的提醒 行在光中 活在爱中 人生要是一个光 爱的人生 不当是光爱人生 不当是有光 有爱的人生 还有这些说 我要行在更多的光的当中 我要活在更多的爱当中 你知道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 我个人是这样子 以前我以为有事实情 没什么问题 后来慢慢 我体会到 其实是有问题 这就是所谓 更多的光中 你明白吗 以前都体会到有问题 有问题的 没有体会到有问题 后来体会到有问题 这个都是所谓 行在更多的光中的意思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以前我觉得这个行啊 这个没什么 后来觉得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对 可是以前没有体会 所以不但行在光中 要行在更多的光中 还有不但要活在爱中 也要活在更多的爱的当中 有人不是没有爱 可是他的爱是非常的有限的 我以前也是 现在也是 有些事情 我是怎么讲呢 那个爱真的不够 对某些人 我的忍耐就很有限 对某些人 比方我太坎 我的忍耐就很多 对我的孩子们忍耐很多 对某些人忍耐很多 我觉得我需要 活在更多的爱的当中 还要 就是说 我要更多的行 在光中 更多的活在爱中 有些人是很短的时间 有行在光中 活在爱中 我们要增加那个时间 是越来越多 所以 无论怎么讲 当我读完亚一书 给我很大的体会 我要 行在光中 活在爱中 还要呢 行越来越多 活也越来越多 光也越来越多 爱也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人生的目标 对我来讲 在约翰一书的领受 所以你看 在约翰一书 这里看着说 使徒约翰 往年所写的书信之一 你就要在整个 新月当中 有三位神所用的人 写了一些的书信 一位就是保罗 写了很多的书信 还有就是彼得 写了彼得前后书 然后约翰 使徒约翰 写了约翰一二三书 当然还有约翰福音 这些三位神所用的 使徒所写的书信 有人说他代表了基督教 三方面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信 忘爱 有人说保罗 就是信的使徒 他对 这个音信轻易 是非常的看重 然后彼得是什么 忘的使徒 你叫彼得以前 是因为判 不认识 后来彼得前后书 你真的去研读的时候 可能有一词的读经营 查经营 可能严经营 我们就看彼得前后书 就讲到彼得是很有盼望的 在彼得前后书里面 讲到有三个很重要的主题 第一个是胜负 第二个是受苦 第三个是荣耀 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负 可以受苦 就是因为有荣耀的判断 所以彼得到最后 他都不怕死 为了主的缘故 他也不怕死 从死都行 就一开始 你就看到彼得的改变 所以有人说保罗是信的使徒 彼得是忘的使徒 那约翰是什么 爱的使徒 在世界当中 亲他是什么 耶稣所爱的门徒 对不对 所以他写了很注重爱这一方面 你看约翰福音讲到很多有关爱的 约翰一二三书也有讲到有关爱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 是使徒约翰晚年所写的书信 书信的内容 以真理与生活并正 神学与应用并行 并行 我觉得人生当中有人问我 怎么的人生 是好的人生 不但讲到有光有爱 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 我们常常说这些说要全面也要平衡 平衡的人生还有全面的人生是很需要的 全面的生活全面的生命是很重要 不但有真理也需要有生活 不但有神学也需要有应用 我也常常有机会跟很多神学生 除了通通神学的神学生以外 还有其他神学生呢 有机会跟他们交谈 跟他们相交 我也学了很多 我发现了我常常劝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去参加训练也好 讲座也好 读神学也好 常常很多人 他们正理很懂 神学很懂 也有很多 问题就是说 生活没有把他所明白的正理活出来 然后神学也没有应用的层面 这个是很不完全不平衡的 不平衡的 所以真的我觉得在约翰一书里面有没有看见 他很强调一件事情 这样是要行证明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因为当中一起来看这个书的重点 还有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从当时到今天的应用 然后如果你读约翰一书 你只要两句话 两件经文 是很重要 第一句 在第一章那里讲到说 神就是光 对吗 你还在后面讲到什么 神就是爱 你想想看 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所以作为他的儿女 我们应当活住爱的人生 与光的人生 对吗 我们应当念这样子 你看你的手术保罗也有讲 你既然是光明的儿女 你生活怎么样 行的行为怎么样 这应当如同光明的子女 那中文的翻译说 你要像光明的子女 那我不太喜欢用像这个字 因为你像光明的子女 就是好像装出来的 我不是真的 我是像他而已 如果另外翻译这些讲 这是如同光明的子女 英文就是S 这如同光明的子女 所以你讲到说 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还有一句话更重要 作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见证神嘛 你应当就有光的生活 有爱的生活 可今天如果在教会当中 在你家庭当中 在你生命当中 你没有这个光 没有这个爱 我们没有为神 咒他的见证 耶稣先天以前 他说你们要去咒我的见证 所以我真的希望 我们弟兄姐妹 真的要想尽办法 在你我生命当中 还有在你我的教会当中 我们要活着光 爱的人 今天如果在教会当中 有黑暗的地方 我们要光 能照在其中 让黑暗离开 如果在我们教会当中 没有爱的地方 这样我们还其中 我们把爱活出来 所以这是很需要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不能管别人 我们管好我们自己 把光 把爱 活出来 活出来 所以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是全本书 两个很主要的重点 我觉得也是 这是你我人生当中所需要的 人要行在光中 没有黑暗的地方 没有事情 有句话讲 怎么讲 就是没有事情 不能跟人讲 是 怎么讲的呢 句话 怎么讲 是无不可对人也 你们明白的事情吗 这一说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怕 所以我们说 光的人生 光明的人生 这一说 我没什么 都是我是很透明的 很透明的 还有一句 还有一个这一说 还有要有爱的人生 我这个人生当中 现在的世界当中 恨已经太多了 我们不要增加这个恨 人可以对不起我 我不要对不起你 人可以恨我 我不要恨你 当然也不要人恨你 因为你得罪他 也不要这样子 所以光爱人生很重要 人生这样子 教会这样子 这里讲的还有两件事情 除了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所以在神就是光 里面第一章我讲到 他说我们要彼此相交 第一章讲到说 不是单单与神相交 我们也与你们相交 对吗 这是约翰所讲的 不单与神好 与人也要好 与神有好的关系 与人也要好的关系 很多时候 为什么与人没有好的关系 因为与神没有好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要很小心 刚才我讲到全面与平衡 有些人很属灵的 与神关系好得不得了 就是与人关系非常的差 那这个不是全面 这个不是全面 我有一次分枕也讲到 很多人很有神心 没有人心 啊 属灵的不得了 圣灵都很懂 可是与人 与弟兄姐妹的关系 非常的长 有些人反过来呢 与人关系非常的好 可是与神关系 就很不好 那也是不透常 更悲哀的呢 在这看中有一种的关系呢 在这说 人与神关系很好 这个人与神关系也很好 可这个人 与这个人的关系就很不好 这个弟兄爱的姐妹 我愿意为神而死 这个弟兄爱这个姐妹 我也愿意为神而死 可是我也抱不得你死 她也抱不得我死 那就是很多时候 教会的悲哀 你明白吗 她也爱神 我也爱神 我真的永不像她 她真的永不像我 其实什么事情永不像呢 也不是绝对的真 就是我的看法不同 我的感觉不同 我就永不像 所以 这里讲到香蕉 也是两方面 再讲的是全面 也是平衡 也是平衡的 讲到相爱 这里讲到相爱 你明白 相爱与相交 都表示是两方面 这个相爱是什么 就是彼此相爱 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 讲了很多 在约翰一书也讲了很多 彼此相爱不容易 你明白吗 彼此相爱不容易 很多人说 我爱你行 我不要你爱我 有人说 你爱我行 你不要以为我会爱你 真的 有人是这样子 彼此相爱不容易 真的 有人要帮你 不用不用不用 有时候 你就接受弟兄姐妹吗 刚才 刚才哪一位弟兄 拿面包给我的 刚才我看不清楚 对对对 对我看不清楚 拿给我 拿到两个面包给我 所以我不能说 谁要你拿给我的 我要我自己 我去拿 不需要你 对 我吃了一个 还有一个等约翰才吃 所以 你会允许别人对你有爱 你也愿意对别人有爱 这是很重要 彼此相爱是很需要的 所以你看这里也是两个很大的需要 书里面有些难解的经文 我们在可能明天早上就会开始看 那些难解的经文 所以这一次的一位当中我们有做的事情 我们有经文的排列 给你看 结构图 日子的观察 难解的经文 有小组的查经 也有集体的一起来听到 要讲的内容可能讲不完 讲不完不是问题 你回去可以再看 不可能两天之内把约翰一书把它看透 我都看了三个月 当然不是每天看 对吗 两天能把它看透吗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好 我们看到第七页 我讲完这个道论以后 我就会停一停 然后才进到第一顿经文的经文排列 理结构图 我们先看几个道论里面讲到 那个背景就讲到 教会与微堂完全的分开 什么意思呢 在说当时起初 最初我们明白有犹太教 然后耶稣复活以后 开始就有教会的出现 一般的使徒就开始建立教会 起初包括这个罗马政府 也以为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一样的 是其中一个好商 好商法利赛的 门太这样子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完全不同 不能说是完全不同 是有很基本不同的地方 所以教会会谈 当时在越南晚年的时候 已经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了 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 这个背景来讲 分开表示有不同 基督徒跟一般的人的人生观是有不同的 我们要有分别 可是不是要做一个奇怪的人 是有不同的 人生观是有不同的 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人生当中 人看你没看见你跟我有什么不同 就是一个信主 与不清楚的 是没有不同的 我觉得是有一点疑问了 你明白吗 是应该有分别的 当时他们也看出来了 是不同的 不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不同 你们看见 这些说我们有一个使命 有一个使命 我们把我们的信仰 要带给那些 还没有这个信仰的人当中 所以为什么 在约翰书里面讲到 光与爱的人 这是那么重要 因为当你要把信仰带给人 人要看见生命当中 有没有你们所讲的光 有没有你所讲的爱 慢慢我们看下去 会看这两方面吧 第二 讲到因性称义 与行为称义 已经没有争辩了 他们都明白 我们基督徒是 因性称义的 犹太教 他们是要行律法 基督教 我们说是 因性称义 这里也提醒我们 有一件事情 也是约翰义士所讲到的 你信了主 从神圣的 走不犯罪 那有人说 我因性称义 不是凭行为吗 所以我信了主 我接受耶稣 为我而死 我这不怕 虽然我们这个地方有医院 我表现你要病的 反正有医院 我就病了 最近我 我儿子呢 有点咳嗽 然后呢 有人买点东西来 是炸的 我们说他 你不要 不要吃炸的东西 你还在咳嗽 他说不怕 我们有药可以吃 我这个就不对了 你明白吗 因性称义 不表示你 因性称义 这可以 没有行为的表现 有了确据以后 不是放松 乃是谨守 这是过去 很多基督徒所面对 很大的困难 觉得我已经得救了 我只可以 很安全的犯罪 好像我买了保险 你买了保险 就要很安心的 去撞车呢 当然不会这样子 恩典不是这样用的 所以 为什么约翰一书 很 很 很明显的讲到说 从神生的 这不能犯罪 这不能犯罪 因为我们生命是不配的 好像 换句话来讲吧 好像 结了婚以后 结了婚以后 不是不看重 乃是要珍惜 常常有些姐妹跟我分享 甚至我太太也有跟我提到 结婚以前 结婚以后好像有不同 我希望赞同你姐妹结了婚 都摇头不同 你这个 其实我觉得 有人说结了婚以后 好像没有你钱哪一种 你没有那么看重我了 好像 因为我已经是你太太 你就没有那么看重我 好像已经全功了 可以放松了 那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我写了两句话 我说 婚约不是当在婚礼当中说的话 乃是在婚姻当中行出来的事 在婚礼当中我们都有婚约 有时对 答应对方 男的也讲 女的也讲 讲的话非常感动 我常常常在婚礼呢 听男的女的在互相承诺的时候 我都很感动 最近一次我都哭了 我听到我哭了 听到很感动 我太太说哭什么 又不是你在讲 又不是你结婚 你哭什么 我说听他们讲的都很感动 哎呀无论怎么样 我都怎么样 怎么讲的很感动 婚约不是单单在婚礼里面讲的 给人听的 婚约当中为对方活出来的事 所以不容易 你知道我结婚已经29年 我明年就30年 我现在在我房间还有我的婚约 就是我对我太太讲的话 也还放在哪里 我太太不知道 有时候我要拿出来看一看 29年前 到底我答应我太太什么 你明白吗 结婚也要跟你说 人会变了 我也变了 我态度也变了 环境也会变了 可能我也面对困难的 可能我有一次事情 可能不堪心的 要再看看我婚约 我29年前 我答应我态度的事 婚约不是单单在婚礼里面讲的 是要婚姻当中活出来的 同样的信仰也是一样 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听的 要在生活当中活的 很多人很喜欢听到 对讲到的人要求也很高 你最好讲到我不要困啊 你讲到家不要让我睡啊 讲到好又怎么样 你能活出来 在教会当中有冲突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处理 有没有行在光中 有没有活在爱中 所以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 因信称义 是真的 我们也需要有信的表现 把我们的信仰要活出来 后面第三点 那个背景讲到 基督位格的争辩的开始 里面后面有讲到 有讲基督要出来 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 所以你看 基督讲 你留意了个字怎么讲 他说 基督位格正面的开始 这时候以前没有的 开始有了 开始有了 我常说 人的信仰 人的感情 其中一个 很好的考验 就是时间 时间 我最近听 跟一个教会的弟兄 在谈的时候 在我教会里面有人信主 可是很多两年以后就走了 所以有人信主 有人走 有人信主 有人走 一直留不住 留不住 所以我们人数还是一样 过去人那么多 现在人还是那么多 应该反过来讲吧 过去人那么小 现在人还是那么小 两年 他说平均 他选一选 大概两年吧 这位走了一批 又一批来 又走一批 又有一批来 信仰的考验 或者说感情的考验 很重要是时间的考验 你能守得住 你能守得住 所以真的很小心 我们所信的神 有些基督徒 体肤信的时候 很进步的信 过了一年 两年 五年 十年 遇见一件事情 五件事情 十件事情 慢慢这个信心摇动 以前很愿意服事的 现在没兴趣 有时候在我教会 有些人来我教会 参加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人比较多 他来了以后 他就躲在那里 其实我认识他 因为我去他教会 找他见到他 他有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主事 我说你干嘛跑到我们街里来了 哎呀 他说逼一逼吧 就是 他说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你现在教会里面 你看他很愿意服事 现在他说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变了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是一样的 你能持守你的信仰吗 持守你的信仰吗 所以我常劝一些 弟兄姐妹 不要 不要 不要贪 意思 奇奇怪怪的 意思的教导 不要贪心 也不要好奇 真的要小心 有些人听见 哎呀 这个我从来没听过的 我说有些很小心 有些我情愿 我比较 所谓的古老一点 我不要 便宜我的信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要好奇 不要贪心 我们真的要 持守你的信仰 不要好像当时使徒越汉写 越汉医师的时候 当时已经有意思的基督徒 开始在政变有关基督位格的问题 第四 有关那个宗教兼容文化的流行 有时候教会 我们希望有多一点人来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教会不能改变 我们的信仰的立场 不能这样子 也不能改变福音的内容 也不能这样子 最近我接受 一位随身的申请 一位随身要读解的 空音神随悦 他的申请 他写了他 我说我每个随身 我们都要求他写 他怎么信主 他写了第一次 他发过来 你知道他内容讲什么呢 他说 我着梦 看见耶稣 他说很多年前 着梦 看见耶稣 耶稣要我跟他 我才跟呢 然后就醒过来了 然后过了很多年 我要去到教会 然后呢 有人说 你要不要信主 然后我就说 信主了 然后我就回他 我说这个 你没有讲清楚 到底你为什么信主 你能不能改一改 他改不过来 我说你能不能写一写 到底你信的内容是什么 他写不出来 我说你写不出来 然后你说你是基督徒 还要读神学 我觉得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他里面最主要讲什么呢 他说我孤单的时候 我向耶稣祷告 这个有没有错 没错 可是这个不等同信耶稣啊 他说我有困难的时候 耶稣给我能力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信耶稣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也不是信耶稣 他完全没有提到耶稣 为什么要定时去讲 耶稣为什么要道全入身 他完全都没讲 就说耶稣帮我 有时候我孤单祷告 祷告是一个痛快的 多舒服的多 所以我就跟了 以前不跟 以前昨梦见到耶稣 我不跟 现在跟了 我这个叫信耶稣吗 所以我写了给他的故事 我说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收他 他最小节一点要写得出来 所以我说 不错 我们大用这个事情 不是问题 可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你明白 不能没有底线的 我们大部分人多一点能来教会 我们都希望他们来 可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应当有的 你不能说这个没问题 那没问题 有事情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有些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底线不能没有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我的儿子 我儿子是一个很 现在已经24岁快 24岁快25岁了 他跟我很不同 我这个人呢 如果你认识我多一点 我是比较严谨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我的鼻涕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我儿子不是这样子 我儿子这个人 他比较开放 奇怪 他有个很奇怪 我全教会都知道这个人 你看见他冬天去教会 圈的是顿裤 就是我的儿子 全教会就一个人 就是他 非常奇怪 可是有时候夏天呢 很热的时候 圈长裤 我完全不能理解 我说儿子 你正常一点行不行 你能不能冬天圈长裤 夏天圈短裤 他说我喜欢啊 虽然我跟他吵 这个事情吵了很久 每一次他出门 我对他出去 我说你换一头裤 行不行 他说不行 他就跑了 我也没办法走 他24岁了 没办法 到了有一天 我太太看见 我跟他常常在吵 他忍不住 就劝了一句话 他劝了以后 我就不再吵 结局我怎么讲 他说 你明白吗 每个人生活不同的 只要我们有我们的底线 那就行 我说那么 这个儿子 他的底线是少 我的底线很简单 无论他劝是残骨 还是短骨 你不要管 只要他劝骨就行 那这个对不对 这个对 他说 你想想你看 两次 就是你和你儿子之间 关系 为了这个事情 为了哭的问题 常常吵得不开心 有意思吗 他说 只要他劝骨就行了 我说行 这个我能解释 我说 不能没有底线 因为有一天 他劝骨跑出去 这个真的不行 我希望跟人有好的关系 可是不能没有底线 当时他们就是有一点放纵 有一点所谓的比较 容纳的比较过了 我们应当有的底线 所以使徒约翰写进去提醒他们 你们不能这样子 为什么 神救世光 我们是他的儿女吗 我们是他的建筑人吗 你怎么可能这样子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一般来讲 觉得这一本书 在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 在乙芬所写的书 与新的来说是一样的 没有解释谁 差不多80%的主题 以致辞出现了约翰福音 所以很多人觉得 是约翰所写的 还有一个使徒约翰写着的风格 约翰很喜欢跟对比 关女案 神的儿女 莫非的儿女 他很喜欢跟对比 还有约翰也很喜欢 用不同的方法 重复同一个的理念 所以使徒约翰写着的风格 所以一般都同意 左者是约翰 然后为什么写解一本书呢 有几个原因 有六个原因 第一个就在说 信心与行为轻易 不再争辩 可信心与行为的关系 出现了问题了 这个我跟你说到今天 还是今天教会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跟很多神学生 讲一句话 讲了不止一次 我说神学你是有了 可是生命还不够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那这句话也是跟我自己讲的 有时候圣经是读了 约翰一诗读了 可是生命里面 有没有把这个所读的真理把它活出了 神学有了 生命呢 有没有 暴力有了 生活有没有 很重要 常常有人说 信耶稣有时候不是问题 是跟耶稣才是问题 我记得我刚刚在1989年 我开始参与中国施工 我记得我还跟宗祖坤牧师 还有林祺信牧师 不知道你一不认识啊 林祺信牧师 林祺信牧师 跟他谈到有关 我们信主的问题 他们的同意 其实在宗牧师那一本书 他的博士论文里面 都有讲到 林祺信牧师都有同意这个事情 所以说很多时候 要人信主 有时候不是罪 要人跟才能 他的意思是说 咒门徒是挺难的 不容易 这是目前所面对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明白 信耶稣不是靠行为 可信耶稣以后应当有行为的表现 要给您看见的不同 是应当有的 然后第二 这里也讲到 行为是源于思想 信仰是影响生活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使徒约翰 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解释有关信徒 应当你的生活 因为当你的理念错了 行为就错了 当你的看法错了 你的表现就错了 所以他要解释清楚 我们到底我们人生应当怎么样 弟兄姐妹之间 女生的关系应当怎么样 都要讲清楚 然后有些外观信徒人 把他以前意思的信念 带到教育里面去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下面讲到 有一些我们的看法 带出来 有一种叫Narsus 智慧主义 带出来 后面也有讲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他主要来讲就是说 灵与体 身体是分开的 我们的灵是属于神的 肉体是属于一个世界 所以肉体所犯罪 会影响到灵魂的 所以肉体犯罪 不是问题 我们的灵 还是在神的手中 那这个呢 就影响很大 所以有懂认这个问题 不能这样讲 所以有时候外观信徒人 把他意思的思想 带到教育里面去 就影响了 最近我也发觉到 有一个问题 也不是最近了 就是说 跟医生牧师在谈的时候 也发觉到 有时候很多时候 你看见 在外面 很多人 引用基督教的教导 他们很喜欢引用基督教的教导 这样很多人还没信 他们很佩服耶稣这个人 包括他的言论 他的教导 他真是伟大 伟大的言论 所以很多外面的公司 他们甚至用基督教的管理的理念 可是很多时候今天的教会呢 就用了很多外面的理念 这人在用了我们呢 我们就用了他们的 这个导播来行 是有问题的 还有第四 讲到基督论的责疑 讲到成灵的神 不可能在肉身之中 他们对基督有一点的怀疑 就是说 他不是战争的人 所以有人说耶稣定死去教的时候呢 其实 耶稣有一个种 其实一个肉身在哪里 所以 其实都是我们觉得呢 所以你看 后面有讲 有一个就是说 耶稣受洗的时候 基督的灵才进去 耶稣被定前 基督的灵已经离开了 人很多道 很多理论 可是理论是理论 道理是道理 道理与理论 无意义是正义 所以要小心的 要小心的 搂取的祸害是什么 当灵与体完全分开 肉体犯罪不重要的时候 那个可以带来教会很大的败坏 所以不能容许这样子 不能容许这样子 我明白一件事情 在基督徒生命当中 我们有两重的生命在里面 对吗 对还是不对 我们有一个老我在里面 也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这个 所以为什么当我在圆读一行一书 讲到 从神生的这不犯罪 在后面我有解释的 这里我先讲一讲 如果从神生的这不能犯罪 那为什么保罗彼得约翰 要写那么多的书信 提醒我们不能犯罪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根本不能犯罪 我还提你吗 我不需要提你 好像我不需要提你们 你们会死的 我是要提你们吗 弟兄姐妹你会死的 不需要 你知道死定的 只是我最近女儿跟我讲的话 我跟我女儿讲 我说爸爸老了 她说爸爸你不当老了 你还会死的 我说谢谢你提醒我 你不需要提醒我的 我是死定的 你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不会犯罪 保罗要写信吗 犹大要写信吗 彼得要写信吗 约翰要写信吗 所以我们是为犯罪的 两种的生命 所以我常说 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要去救人心 就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 行在更多的旺的当中 活住更多的爱 这是人生要追求的事情 虽然是有两种的生命 可是不要有两种的生活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我跟你们分享吧 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时候 我会 有时候会做一次事情 想一次事情 讲一次事情 我觉得是基督徒应该的 因为我还很惊讶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们有没有的 还是你们没有的 只有我 所以我说我是基督徒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讲这个话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 有时候做的时候呢 其实你有一点点知道是不对的 跟他一做了 跟做了以后 还好 还有感觉知道是不对的 有个弟兄跟我讲 他说以前啊 以前我看起来东西没有感觉 觉得很正常的 现在看啊 这么的很不舒服 看完以后很不舒服 很内疚 然后他就问我 徐弟兄到底我得救了没有 我说你看了以后 不舒服就应该是得救的表现吧 对吗 有不同 以前看觉得无所谓的 现在看觉得不对 我最想这个是给你有一种内疚的感觉 我说这个是好的 所以我一直说 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里面还有老我 可是不要容许他 活出来 不要有 我们要有两层的生命 不要有两层的生活 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这样子 好 上面讲到主题 主题的神就是爱 神就是光 所以这一卷书呢 它的分开 有不同的分段 有人说 第一章 第二章是神是光 三到四是神是爱 第五章是神是光与爱 或者说第一到第二章是神是光 第三到四是神是爱 然后第五章是神是生命 或者说还有第三章是神是光 神是爱 就是这样子分 可是无论怎么分 我跟你讲 无论怎么分 光与爱是很重要的 光与爱 就是说光爱并重 我再解释一点点 光与爱 刚才我讲全面与平衡 不能有光没有爱 不能有爱没有光 你想想看 有爱没有光 你爱不是在光的当中 不是很危险吗 明白吗 我有爱可是没有光 很危险 你有光没有爱也是很危险 如果我只有光没有爱 我看见弟兄姐妹某方面做得不好 我有光 看见她错了 可是没有爱 也不行 对不对 真的也不行 如果我当然有爱没有光 这个也不行 就把弟兄姐妹宠坏了 纵容他们去犯错 因为我爱你们嘛 犯错 无论怎么犯 怎么样的错 我还是爱你 所以为什么在宗教改革呢 进行五百周年纪念 宗教改革当中 其中第三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教会的那个己律的问题 教会的己律很重要 有人犯错 你不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不能这样子 所以光中要有爱 所以你明白 你是对 你懂的 有人不懂 你怎么去帮他 我常常说 要一个人痛 要一个人难过很容易 要一个人灰心很容易 好像雅各书第五章所讲的 把一个罪人挽回过来 这个宝贵 看一个人不行 你骂他 太容易了 对吗 太容易了这个事情 可是如果你们帮他挽过来 这个才是爱的表现 所以有了光也要爱 也要有爱 有爱的人一定要有光 一定要有光 爱在光中 各离天时 少人怎么讲 爱是不喜欢不义 极喜欢真的 爱不是没有底线的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爱与光 刚才我讲过了 在你我人生当中 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这样呢 在教会当中有爱没有光 有光没有爱 光爱人生 两个都需要 两个都需要 所以重要的思想有几方面 讲到爱 现在在第九页 第九页 讲到爱 你要爱的话呢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约翰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你要住在神的里面 住在爱的里面 所以你要爱 你要住在神的里面 住在爱的里面 你知道你才可以爱 你知道你才可以爱的对 爱的对 刚才我不是问吗 你的人生怎么样 有人说不错 什么意思不错 你没有光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不错 当你住在神的里面 住在爱的里面 你可以守 你就会守神的命令 所以当你守神的命令 你就是爱 不但爱人也爱神 你要当你违背神的命令 你不但对神的名有亏损 你对人的生活也有亏损 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要有爱的人生 你需要住在神的里面 住在爱的里面 你知道你可以守命令 当你守命令的时候 这个是爱的表现 这个是约翰医师所讲的 约翰福音也有讲 爱我的人 他会尊重我的命令 对吗 那是约翰福音讲的 约翰医师也有同一个意念在里面 有很多人说我要守 守不住 爱的不够 当你守命令 反面来讲的时候 你离开你的罪 这样子呢 就是你有生命的表现 就是有神的生命的表现 只有五件事情 就是黏在一起 爱 住 命令 罪 或者生命 是黏在一起 所以我常说 刚才我说 我要你们去思考这个意思 不要单单听 你维续 今天晚上可以维续想 这些五件事 你去想一想 我们的生命 是什么样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要活在 你要行在关中 活在爱中的时候 你这个生命 一定要住在神的里面 一定要住在爱的里面 你要想一想 这个住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住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我们到知识研究里面 因为讲这个住 是什么意思 你住在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离开罪 你就可以守命令 这样子呢 就像爱的表现 这样子就是活出你的生命 所以你看这五个主要的观念 它是有关的 它是有关的 所以你想一想 为什么今天还犯罪 为什么今天对弟子里面的爱还是不够 常常很容易的得罪人 常常很容易的冒犯的人 为什么还是这样子 就是住的不够 住在主的里面不够 住在爱的里面不够 你知道不能守命令 你知道还在犯罪 所以上面有句话怎么讲呢 有神生命的信徒 要住在神与爱的里面 以至可以守神命 离开罪 爱神也爱别 所以当我在读约翰一书 读完以后 这五个很重要的范围 或者观念 我想到就把这一句话写出来 就是我提醒我自己 我是有神圣灵的人 建立有神的生命 请你住在主的里面 请你住在主的里面 你知道我们可以守神的命 你知道我们可以离开罪 这样的人 他是爱神爱人的表现 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孩子的话 孩子呢 我女儿现在 她明天要去旅行了 一个礼拜 我才跟她提一件事情 我女儿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 女孩子出门 跟三个朋友一起去 我就挖得挺担心的 她要去旅行了 我就说你还记得 两年前你去香港工作的时候 你的朋友跟我讲一句话吗 她说她记得 她朋友怎么跟我讲呢 她说uncle啊 如果你对你的女儿有信心 她会复着认得 如果你怀疑她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她更容易出错 我说真的吗 她说真的 所以uncle你不要太担心 不要太担心 你对她有信心 她英文讲的 她说 if you trust in her she will be accountable 你不要一直常常怀疑她 我一个女儿讲的 有信心 如果孩子能犯错 爸妈怎么样 难受 痛 对吗 如果我不守命 我犯罪 神开心吗 神不喜欢 神不喜欢 所以真的 你真的守命离罪 是爱神的表现 守命离罪 也是爱人的表现 我常说一句话 我觉得是对的 罪这个问题 它是有牵连性 有影响的 犯罪 绝对不是个人的事情 犯罪不是个人的事情 救恩是个人的事情 你要单独接受耶稣 不能说妈妈接受耶稣了 我也得救了 不是这样子 犯罪没有影响 所以当时当我说我愿意 好好的守命 离开罪 也是爱人的表现 也是爱人的表现 当我不好好守命离罪的时候 影响的也是我身边的人 所以这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有神生命的信徒 我们在座每一位信主的人 应当住在神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要读经 为什么说要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去亲近神 要思考神的话 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 其实常常有人问一个字 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 in his name 我们说in his name 奉主的名祷告 in his name 我们代表神 我们按照神 就是in his name 我以他的名义 我代表神 我按照他的意思 来做事情 来祷告 凭着他 因着他 为着他 我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住在主的里面 你一定要这样子 在主的里面 明白神的意思 也靠着神的能力 来行出他的心 所以这个有时这个 应当是这样子做 你知道可以守生命 离开罪 爱神爱人 我常说当你这样做 当你这样做 刚才讲的 因为你犯罪影响人 所以当你不犯罪 你也影响人的 你也影响人的 所以我们才很希望 你看见弟兄姐妹 学习 姐弟兄姐妹 也是很重要 保罗讲一句话 你们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 我们能这样讲吗 很多基督说 哎呀不要效法我 你效法基督好了 对吗 我不行我不行的 那保罗不是这样子 保罗我很欣赏他 他以前真的是一个 反对神 逼迫耶稣 逼迫耶稣的教会 逼迫耶稣的门徒的人 所以当然知道错 他真的愿意赶过来 这是今天我所讲的 这个自知之明 改变之勇 愿意赶 他真的赶 真的赶 很难得的一个人 所以上面有十六个字 的总结 表里一字 言行合一 守命离罪 爱神爱人 这是我几个月以后 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当然你的结论可以跟我完全不同 表达也可以不同 完全没问题 可是这个是我从亚地书说明白的 神的要求是你跟我 要表里一致 我在你们前面 在你们 不在你们前面 我的眼神要一致 这个不容易 你明白吗 有些人看不见 我们觉得就可以放松一下 人不在 我们就可以轻松一下 常常人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看见 表里要一致 你的信仰 你要活得出来 你是光明的子女 你就要如同光明的子女 言行合一 你看等于我们看第一章 你也会看见 言 你这样讲 你就应该这样行 第三 守命离罪 这个就是爱神爱人的表现 所以我现在把十六个字 把它记下来 表里一致 言行合一 守命离罪 爱神爱人 你求神帮你们 真的可以这样子 你叫耶稣最讨厌的一种人 就是放松 他给他四个字来形容他 叫什么 假冒为善 表现 好善好实力 祷告 背那些经文 都背得很好 他们圈的衣服 他们祷告的时候 都表现好像他们很 我最近跟一些同工分享 跟我一些教会幕会的同工们分享 我现在很多我们很有 宗教味道的宗教人士 很多 祷告都懂得讲他们 都懂得讲哈罗路亚 咱们比谁都好听 下来以后是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耶稣所讲的假冒为生 须有其表 所以这里讲是表里一字 言行合一 守命离罪 爱神爱人 所以等一位我今天 也上天所讲的课里面呢 就是讲到 经文牌的以结构图来明白经文的内容 从重要的以重复的字词 明白经文的教导 从难解的经文 明白经文的解释 最后呢 从课解的内容 学习明白信徒的生活 研究的方法 基本来讲 我没有用 我真的没有用什么解经书 我也不会跟你讲 因为解经家怎么讲怎么讲 就是看经文的 就是看经文 看经文里面所讲的 所以 如果你看了里面的笔记 基本里面全都是内容 全都是约翰一书的内容 我没有引读很多其他 别人怎么讲怎么讲 我也在经文里面怎么讲 解经两个原则 字面的意思 上文下 上下文 第四 以经文做起点 以生命为重点 我真的巴不得 解两天过了以后 到礼拜一天我离开的时候 你对约翰一书不但有一定的了解 我还希望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些决定 有一些决定 有一些决定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 来赢会干嘛 真的 要有决定 不是说 哎呀 拿一本笔记回去 看看 挺好的 就放在旁边很顺 不要这样子 以经文为起点 生命为重点 经文的内容很丰富 我不能所有都讲 所有都讲 时间 最后先给你两句话 时间是有限的 学习是无限的 后面来我不讲了 不用放到一时点了 不是停在这里 我现在给你问一下 我看还有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一分钟 我就停了 你们看了这个笔记 有人翻过这个笔记来看吗 翻一翻有没有 翻过没有 感觉怎么样 什么 很缺点 你说中文法字很缺点 写得很苦 我还有一句 还有谁 有什么感觉这个笔记 很什么 很复杂 有的好像很复杂 因为希望讲完以后 你觉得很简单 还有 还有谁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写 那现在我问一问 在我结束之前 给你们出去五分钟 十分钟 给你十分钟吧 约翰义书两个很主 很主要的主题是什么 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人生是光与爱的人生 光中有爱 爱中有光 我希望你今天 睡觉都想着这个事情 你真的要清楚这个事情 光中有爱 爱中有光 不能有光 没爱不能有爱 你光的 你要有底线的 不能没有底线的 可是你要有空间的 有空间有底线 就是光中有爱 爱中有光的 对吗 不错 他是犯错了 不错 他是没有 没有你那么好 他的事情没有你那么做得那么好 没有那么亲眼 可能他讲话讲错了 无论怎么样 你在光的当中有没有爱 你爱的当中有没有光 有没有原则 还是什么都行 这个比较难 十六的字是什么 不要看 第一个什么 不要离一字 言习何一 第三 守命离罪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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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ноп holding 喜爱 爱 鈴奇 每天 Stacy 要背鳌 lok coding 哪是 哪是 这有不同 每天 明天起来 今天晚上 缩衙的时候 讲 喜爱 对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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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感情 还有呢 守命离自 爱人 常常提醒自己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说 我是用两个年轻的方法给你们 你们不一定懂得做 因为去年我完了以后 我开了三天训练 学了以后 有人说还是不懂 其实不是不懂 还没有做到好 不是不懂 还是行的 我也说当你看经文排列 你不要再问我怎么做 因为怎么做又要再来三次 那就不行了 所以你最小能懂得用 所以我会跟你一起去观察 我先讲一讲 经文排列 是进去看经文 经文的结构 是全面看经文 经文排列是进去看里面的细节 经文的结构是全面看 他们的关系 是有不同的 一个是进去看 一个是全面看 最主要透过经文的排列 结构 帮我们去思考经文的重点 然后应用经文的教导 行吗 我希望刚才讲的 有些 某些内容你能把它记上来 约翰医书 基本一些的背景 一些的概念 一些的重点 我先讲一讲 然后现在呢 9点03分 9点15分之前 你们要回来 听得见吗 如果不是的话 光中就没有爱 行吗 15分 一千回来 外面有些松的问题 不多 你们可以 去做 进来的时候 解离哈 尤其是颜色的 美人拿一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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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